别给他们传牺牲计 难道也宁愿被雷劈死 还没见到三地的拖显 怎么会轻易寻死 你还没见到三地的拖显 不好 算出风的运动轨迹吗 算出运动轨迹简单 但规划逃通路线可不易 风 以峡谷中央底部玄温为中心 在峡谷内呈环状顺时针循环运动 这里会有一股北偏东15度方向的极强风力 你要借着风力加上你的极限速度往北飞 北部山脉的下方区域风亚小 是整个峡谷底部唯一不会去人丧命的区域 只有到那里才更能活下来 我的速度会被流域护卫限制 难道我又脱离流域护卫的保护 没错 你可别死在这儿 让你魔星断了传场 准备 解除流营护卫 几分有魔星断架 身体也时刻承受到被吉利速扯的疼痛 他必须回去支援大哥他们 他必须回去支援大哥他们 他必须要在这里 他必须要在转发 你必须要在转发 老婆 啊 啊 啊 封力忽然变小了 附近的引力似乎也变得更强了 这里居然有一处引力场 它的强大引力 能力风雷雨雪都无法干扰这一片场域 但奇怪之处在一面 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引力场 明显不可长 到底为什么呢 也多亏有不受风力影响的引力场 让我轻松拿到了十五颗光石 不过眼下更紧要的 还是迅速与大哥他们会合 你还没站起来 这一招属实高明 可惜 在你试图引导那股雷电的时候 他的力量就流失了大半 二弟英国都使用雷电力量而体力不支 敖国和天南河为保护我们 也一直坚持住被动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你居然活下来了 我才得到了十五块风角矿石 这多开了你的帮助 几的队友已经一败涂地 你一个低阶恒星级 就算活下来 又能改变什么 改变已经发生了 在不见 不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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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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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劫 我们来完了 宇宙精英的筛选过程 本就残酷 只有经历一次次生死磨难 突破成为宇宙级 才有资格成为强者 我想 虎可也明白这一点 怎么回事 山体在你们战斗时受到冲击 正在崩塌 看方位 崩塌刚好就是从那个 奇怪引力场的位置开始的 快走 岸 岸 不准备 那是什么 他就是野地产的真身 那是戒中戒的入口 是戒中戒 不会抽的 戒中戒 我们位于戒主创造的雷霆世界 而戒中戒便是在雷霆世界内部创造的一个影音世界 创造戒中戒代价很大 一般都是为了藤匿宝物 戒中戒里若真有大量宝物 那就是意外收获 难怪那里有奇怪的影历场 原来是因为有戒中戒的隐藏入口存在 戒中戒开启了 你们肯定要把握 我们快走 不 先上报警 组织 雷霆世界作为戒主创意的空间 虽然有风角石这种稀有矿石 但还是有些名不复识 现在戒中戒终于现实 这才是精彩的开始 灿亚 入口开启 至少有上千名冒险者进去了 你有什么打算 虎课说过了 这不抓住机遇 便无法保护自己和族人 所以任何时候 都要不顾一切的前景 进入界中间 鬼司 你们小队伤亡惨重 还有脸来见我 殿下 殿下 经过探场 气中间入口附近并无危险 全体出发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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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de 殿下 あの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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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 尽快上放 注意安全 虽说戒中戒内有大量暴藏 但似乎一时无从着急 北龙城百根要叫过去 八成想召集人马 联手争夺保护 其他势力也应该如此 我们目前还是无所属失地的冒险者 最好往人赏的地方走 至于具体的去处 这时候还是得看我巴巴塔 我搜集了二十公里范围内 人员密度低 且有宝无踪影的所有区域 发现这个标记点的地底 三千两百米处 有大量的宇宙精 冒险者一定会将消息上报 传遍帝国的各大阻止 超级强者们都会赶来抢夺这块贼肉 届时会展开一场更为残酷的厮杀 是有鲁人的冰子 是如果你还不相信 然后,看着你 画出现在的小专家 都会是发生产的 好复杀 好复杀 冒刀 九皇女殿下 我们成功骇入了北龙城的数据库 由此发现一处矿石复极点 地数数据已发送给你 那里没有我黑龙山皇物团部署的兵力 其他势力恐怕已蠢蠢于对 鬼司 这个矿石复极点 我不希望旁落他人之手 鬼司定不负殿下所托 鬼司定不负殿下 石头 风霉峡谷之内 底部的风力能撕裂所有恒星级 从中间部分穿行 又避免不了与其他冒险者遭遇 不宜久待 山点的落雷 左右两万亿斧头 我们又是正面遭受雷击 恐怕难逃一丝 但优点是风力小 能尽快到达北部的矿石复极点 虽然危险 但若能一鼓作气完成风角矿石的搜集 也能省去后续的波折 黄山点的 还要避免 坚持住 山下 山下 伏克和盖亚都联系不上 难道出了意外 保持进阶吧 就算我一个人跟来了 也很难下手 老大 老大 附近有狂风卷起的少量风角矿石 这里果然是矿石 附近点没错 老三 你不妨先搜紧矿石 不过盖亚这边有我联系 您里在风力影响下迅速消散了 那就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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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自虎科的求救信号 他们果然遇到危险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别冲动 虎科小队成员的平均等级跟我们相差无几 而且有北龙城庇护 能使他们陷入险境的对手 怪我们来对付的话 我穷尽了各种可能 最后得出我们战胜的概率切尽于零 放弃救援行动 不要去招惹强大的敌对势力 多收集风角矿石 尽快完成任务 才是最好的策略 我明白你的想法 追随你的本心做决定 虎科答应我们加入北龙城 还分享了矿石的方位 现在遇险 不能见他不救 又来了 你以为你是小说男主角吗 老板塔 把他们的坐标发给我 作为无所属势力的冒险者 却主动参与到两大势力的冲突中了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 这都是一个非理性的糟糕选择 老大 那边有人 我还想想区区几个北龙城的 我还在想区区几个北龙城的 为何就敢穿越峡谷来这搜集炮石 原来还有铜火 罗锋 救 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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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来了 只有两个恒星及九阶的无民小队 居然敢插手黄武团的事 这个地区的风角矿石 都属于黑庐山黄武团 我说的深美一颗 尺魂共的残骗 就是以弱胜家的王牌 不管你们黄武团有多强大 我也要击败你 为何把我们要整成公道 效盈 尺魂共的残骗 有脂骗 让你离败你 有什么凯迫 下 攻击 你看到那里 得牠能有力 也有脚的尺骗 这个队尺 不会让你过去的 船头里虽强 可惜你级别太低 好空 又是这招 想用仗前法让对手放松戒备 再由葡萄出杀招 我不会让你得逞 我的进攻轨迹偏移了 轨迹的偏移太过不自然 一定是步兵枪技在暗中四季而动 好空 先专心预递一步 我们精神念石占他全国 他们一时占不到屁 糟了 你就是队伍里发号施令的人吧 你的保镖确实有以我们相抗衡的实力 不过 废话的端板 就是你 好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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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鸩鱼快只剩不住了 保温小心 你以为这招有用吗 走 以后 成功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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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实小看了你 但你真以为能拖住我 什么 风雷下口下方的攻爆速度 所以摧毁任何恒星级保护 不自量力的家伙 等着被狂蜂撕裂吧 我要迎护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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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离了 这里的风似乎只在峡谷中循环流动 既然风能把风脚矿雪给到北部山外 那我又何场不能借助风链回到那里 我若因实力道跟着风走 这样的风巧 无法装う 鬼司队长 你把罗大怎么样了 别急 我很快就送你们去见头 我有一个方案 他们在用传艺来伤到战术 别给他们传血之计 想往伤讨 愚蠢 风雷下无上名万亿负的强电流 会把你们烧成灰烬 还没见到三地光线 快去 我看你 雷霆世界是芥术所創造的空间 雷霆一闪遍与上空的若雷 实际上都是芥术的骚物 可想生死 见过圣子电击 我已了解雷霆的能量运转 或许这次 我就能没有芥术的雷霆力量 划出致命一击 雷霆力量运转 还死不了 这是雷霆 骑士上裹鞋的原因是雷霆世界主演 雷霆小心 老公 照顾好二哥 年轻人 暗 白 白 白 抗 幸亏我和大哥的战衣内藏 都有魔云战甲护体 否则也会和二哥一样了 铁南河缺手护脚 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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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攻击太强了 有雷电的护体 难以破防 有雷电的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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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精神攻击是出气不易的 现在恐怕 他已经高度戒备了 而我们一旦少有懈怠 他便会趁机偷袭 走 去前面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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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能让雷电的护体 是 大哥 不错 我想到一个助力 或许能打破将军 这是我需要进入虚拟时间 去修炼一番 是吧 还是第二次 没错 自从获得了这本 忽炎博老师留下来的 陨墨星秘法 我有时间便仔细研读 第一次的概念要领 我已完全掌握 现在开始修炼第二次 我没记错的话 第二次是脉冲魂印 嗯 我准备在今晚修炼成第一次 既然脉冲魂印 也是精神攻击的一种 那怪鸟绝不会相信 有人能在一个晚上 便增加了精神攻击的手段 地脑出其不易 不错不错 脉冲魂印 是魂印如脉冲一般 刺入敌人尸海 产生震动 对其脑电波进行干扰 哪怕是高一层的武者 中了脉冲魂印 也会出现片刻的大脑空白 即使是一瞬的空白 也是绝射的关键 对了 金角巨兽已经进阶到了恒星级九阶 只差一步就能跨入宇宙级 可这一步 一定是整个恒星级进化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步 弄蓝山家族舰队 还有多久到达地球 还有两年四个月零二十九天 我必须在这个时间之内 让金角巨兽突破至宇宙级 才能有一些生机 你他们看不好 白卡罗 你出关了 嗯 师弟 你说那地球上到底有什么高手 竟然连普拉的精英小队都没能发回了消息 那个被地球人称为一号古文明一记的机械族飞船一直停在那儿 没有人弄走 就算有高手 也高不到哪儿去 我听说这个地球领主罗锋不仅拒绝了足足一千一千无比收购地球的提议 还在虚拟宇宙和足足发生了直接冲突 坚持不自量力 还有多久抵达地球 大概还要两年四个月零二十六天 那我继续修炼 没有紧急的事 不要打扰我 这个混蛋 想不到此次出关已达到宇宙集八节 比我还高了两节 现在就不把我这组长放在眼里 以后 还能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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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的伤怎么样了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好 我来替二哥出口恶气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买出火焰 第一层 铁南河 宝谷 出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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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赶紧去风雷峡谷 身体刚刚恢复 正好活动活动筋骨 走 这就是 雷霆世界中 最危险的地方 风雷峡谷 地球球员 四十八级巨峰三倍以上 两万多帕的风鸭昨夜将破尾你 突然死碎 核心地带的风 只怕宇宙其斗难以体育 在抵抗风力前 先想想怎么对付冒险者吧 这是我扫描探测的结果 这么多人 风雷峡谷 聚集着黑龙山帝国排名前五的组织成员 他们往往会在危险地带抱团行动 攻击落单者 黑龙山帝国排名前五的组织成员 黑龙山帝国排名前五的组织成员 谁能规摸 近越超其他组织成员 他们是帝国官方最强力量 实力自然比白虎楼的民间组织高上一级 尤其是黑龙山帝国排名前五的组织成员 黄族成员 看衣着 他也是黄武团呢 对 他们行事跋扈且极度排外 就比如上次那个酒房女 你们最好别再跟他们撤上关系 他把一个首领模样的人叫来了 快走 必须规划出一条最安全的路线进入风被下过 有一阵尖细的风声 似乎是风灌入了狭小空间的缘故 是杜穴 我们可以通过他进入身体内部 引一行踪 跟我来 风脚矿石 作为通过剑系傭兵考核的关键物品 必须从风雷下谷获得 该处也因此成为必争之地 黑龙山防武团组织严密 人数占优 占领了大部分地区 三府山 黑云汇 北龙城 白虎楼 这四大名牵组织 地盘城碎片化分布 南巡立族之地 而无所处的冒险者 更是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罗峰 你又该如何应对 既然黄武团有皇族背景 那老三作为帝国公民 岂不是要处处让着他们 他们并没有一手遮天 只要加入三府山 白虎楼 北龙城 黑云汇 和四大武装组织的其中之一 就算发生冲突 他们也会投鼠忌器 白虎楼曾与我们有冲突 且是诺兰山所属实力 以我们的立场 实难加入 而且根据资料 其他组织也都有准入门槛 至少需要内部成员推荐 对了 上次在沙路场 认识的虎克和盖亚 跟我提起过 他们属于北宫车势力 嗯 我们北龙城正确忍受 我和盖亚肯定欢迎你们 虽然还得走程序 但可以先一起行动 风雷峡谷北部的一处山脉 常有狂风卷起的少许风 小矿石掉落 恰好此处尚无其他势力主船 我们可以在这里会合 一同搜集风脚矿石 两队会合后 既可保证安全 又能提高搜集效率 此即可行 不过 我们两队距离较远 若要会合 除了避开其他冒险者 还要面对峡谷的风雷 Sant很烦 真的很烦 很烦 陆陆 很烦 伤害 可恩 是 挺面對的 赢 因为整个雷霆世界是由借助强者使用宇宙本源能量造就 这世界土地、沙力、岩石等等都受宇宙本源能量影响 比外界物质要特殊得多 宇宙本源能量会在借助世界里凝结 就是宇宙晶 宇宙晶也具有货币功能 在宇宙中属于硬通货,而且价格高 这雷霆世界这么巨大 其所凝结的宇宙晶应该也是天文数字 这么说来,在这里随随便便抓一把宇宙晶回去 都能转大法了 那是什么 是死亡城堡,快走 我查过雷霆世界的相关资料 我查过雷霆世界的相关资料 死亡城堡是死亡沙漠中的三大危险之一 它出现没有任何规律 突然的出现不停改定 本人根本没法躲藏 人讨厌 自己终于不停改定 你们冲开 相关资料 尽快 全速离开 不准备 走 总算逃出来了 这死亡陈暴太吓人了 阿巴达 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在龙锁山脉 与死亡沙漠的交界处 前方1.6公里就是妖月湖 我们此行的目的之一 独角铁锡就齐心在妖月湖周围 好 稍坐休息后 我们就出发 前面就是妖月湖 大家戒备小心 资料显示 齐心在妖月湖周围的怪兽 统称凶手 他们治理低下 但力量极强 尤其独角铁锡 还是群居凶兽 对付起来更有小心 这么强吗 辅助光刀显示 他们大多有恒星九级实力啊 我们五个人打不过他们一拳 不用我们打 我的能量探测器 探测到一支实力强大的队伍正在接近 他们的目标 肯定也是独角铁锡 我们正好 做神官鼓动 没了 全部杀掉 然后去下一个目标 就有个恒星级九级 一个恒星级二级 这队伍确实强了 敢正能攻击独角铁锡 他们穿着的 是黑龙山帝都特有的铁锅 那个恒星级二级的鸭头 具有龙人中乌灰族血统 那是黑龙山皇族的特有血统 应该是黑龙山皇室成员 独角铁锡首领来了 铁皇女殿下 材料已收集完毕 走 独角铁锡 果然是黑龙山皇室成员 独角铁锡 虽然是本次考核的猎杀目标 但他们这样滥杀 也未免太过分了 他们走得匆忙 没有砍掉所有角 你这招黄雀赛后 真是漂亮 罗峰 十二公里外 有一支拿卡蒙族小队 正在以惊人速度接近这边 估计是要截杀你们 他们有七名恒星级九阶 恒星级二三阶各一名 实力不凡 还有黄雀 走 走 独角铁锡 两公里 一公里 两个恒星级九阶 三个恒星级一阶二阶 沉入啊 拿卡盟族是人类亿万种族中 颇为强大的种族 极为好战 不仅如此 沉入考核的小队 往往有背后势力撑腰 一定要小心 把独角交出来 我可以饶你们一命啊 否则 我们白虎龙的手段 可不温柔 黑龙山帝国四大组织之一的白虎牢 和诺兰山是同一组织 好啊 拿去 刷我 六个 一个都不能少 仅此一枚 爱要不要 九语哥哥 他就是瞧不起你 快把他们都宰了吧 诸位 还记得来借助世界之前 把他们商与了战术吗 快 动手 行动 恒星级初级 用来对付恒星级高级 就这个 我们准备的礼物 当然不只一个 好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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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追了 你的速度我们跟不上 在这里分散开来非常危险 是 你是恒星级九阶的精神也是 但是 赤混头目残骗在你手里 能发挥更大的威力 考核期间 就教你保管了 爸爸塔 让他逃掉没事吧 放心 他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的身份 不过 他是白虎楼弟子 不知道和诺兰山有没有关系 下一步便是搜集风角石了 在整个雷霆世界 只有风雷峡谷有风角石的存在 距离我们三十万公里 许一个月才能抵达 事不宜迟 我放 恒星级就有了领域 不明材质的暗器 独特的战术 这支地界小队还真而意外 下次 我不会这么强敌了 还有八千多公里 明天就能到了 幸亏这一路上 有爸爸塔帮助警戒 才躲过了路上的几波凶兽 这里是平原地带 凶兽的视野极为开阔 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放心 只剩一天路程 不会有事的 十电筹方向 二十公里 有三只凶兽 快 快 好险 这下没有凶兽追来了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不得了 超过一百趟 四面八方全都是 四 这么多 我们直接升空飞走吧 不行 那样我们就暴露在了整个平原上 会引来更多的双手 冲出去 有眼护卫 这下总该安全了吧 二哥 每次你一说安全 就会出事 小心 二哥 怎么样 大哥放心 还死不了 这个撒碎鸟 以我同为雷手心 等他的雷电之力 更为霸道 我的雷电在他面前 不起作用 无法抵御他的攻击 就是雷死了 就是雷死了 其身上裹挟的雷电 是雷霆世界独有 千万小心 老鼓 老鼓 照顾好我二哥 嗯 伯伯塔 这个血统进化机怎么用 口服 要算发挥的时候会有点疼 不过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放心吧 怎么这么痛 你良人啊 这玩意要是改善血统 从最深处改变 当然会很疼 忍过去就好了 还要多久 很快的 不到一小时 一小时 你 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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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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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下終於過了 感覺全身都散掉了 哎 別放鬆 你現在血統進化了 體內每一個細胞都在提醒生命力 趕緊使用母牙精 這個時候細胞能最大程度地吸收生命力 你 啊 啊 啊 這消息也通知大哥二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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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杷羽 突破了 身体素质从行星级七级进入行星级八级 精神念力快入行星级二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资格挑战更高难度的一星 二星 乃至三星宇宙佣兵考核 即使强如诺兰山家族 都不敢招惹宇宙佣兵 不若能成为宇宙佣兵 就能更好地保护地球 按照宇宙佣兵联盟的规定 宇宙剑系游兵考核 一般在戒主世界内进行 戒主世界? 所谓戒主世界 就是戒主开辟的小世界 戒主之所以得成为戒主 就是因为他们 拥有能够在宇宙中开辟小世界的能力 如果我突破到戒主 我的体内世界 也能变成戒主世界了 在戒主世界内 除了这世界本身蕴含的各种危险外 更大的危险 是来自于其他参加考核的成员 截杀随时会发生 这样看来 诚意我们三人的实力来说 还是过于弱小 需要实力可靠的队友 放心 也不告诉我 绝心 本个魔宝八坛 早就考虑到了 这绝心 绝心 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 看不到萍萍和小海了 已经没事了 哥 阿华 你还好吗 我没事 这群宇宙星道 一日不解决他们 地球随时都会遭受巨大威胁 既然他们那么喜欢地球 那就让他们永远留在这里 那么他分析他们的战令 再做了再做了 追在最前面的 只是五名恒星级九阶 剩下的都是七阶或八阶舞者 张力最高的是普拉 其次是驼蕾舞和精神念师荣制 那我就先请你杂鱼 在专注对付普拉 免得落入围攻 阿华塔 你当初连接地球卫星网络的 附属智能 是否能干扰他们 追踪飞船的信号 篡改接收信号的手法 之前已经用过了 他们一定会有所提防 需要换个手段 前方刚好有条雷暴雨 火箱飞船开进去 利用激光脉冲吸引雷暴 在飞船周围创造出一条 目前地球技术很难实现的 超宽等于冲荡 冲荡 我们屏蔽飞船的所有电子信号 不行不行不行 这已经超出我的输出功率了 超再成这样我会 我会修好你的 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要恨 很好 铁南河 宝谷 飞船一旦进入那趟雷暴雨 引去踪迹的瞬间 你们立刻冲出去 吸引普拉他们远离飞船 是 而我 则会在普拉等人远离飞船的时候 离尖角去上本体 且却落在后面的恒星级七八截无常 深夜 哦 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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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口 开饭 开死 开死 打不打 抓住 死者 死者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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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ing on 不行了 不行了 飞船信号消失了 应该是前面的雷暴云团干扰了信号 地球的卫星信号追踪果然落后 罗峰 电磁信号已屏蔽 为了反追踪 我们接下来会通过两个信号沟通 行动 地球卫星重新定位到了 那八名恒星级九阶宝镖的坐标 他们应该是在护送飞船 能接他们 铁拿河通过量子信号 将普拉他们的坐标同步过来了 还请各位暂时带在这飞船内 等我处理完那群侵略者 再送各位回家 哥 小心点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 是两处遗迹 北头怪兽 第一处遗迹 是位于林区身处的一颗巨大圆球 球体一散的毒气 杀死了我们的两个队友呆 但这也表明 内部大概里有宝物 值得一探 第二处遗迹 是悬浮于海中的一座银白色金字塔 入口通道非常危险 我们向内部投掷一些兵器 都瞬间化为机份 经确认 它其实是一艘机械族的飞船 等级至少是地久级 机械族 那可是宇宙中科技最发达的族群 人类族群的多项科技 都是来自机械族 这艘飞船的价值 远非一般飞船可必 不止如此 我们还发现 地球曾出现过极为罕见的 金角巨兽右兽 不过 它已被强者杀死 我们正在寻找它的尸体 它的尸体价值依然不菲 有必要继续搜寻 最了解地球的 就是地球土著 它们或许有尸体位置的线索 土著的人口分布情况如何 地球人口近七十亿 其中一亿八千万 分布在六个生存基地中 多数武者及政府高层都在里面 以CG生存基地的坚固程度 我们还奈何不得 但要是我们买一下地球 那些土著迟早都会被我们控制 金角巨兽尸体的情报就不难获得 普拉 购买地球的任务执行的怎么样 我已事先和帝国官署熟通了关系 现在正派人前往碧岩星办理手续 预计会在十二小时内走完流程 看来外部势力不会插手了 我认为时机已到 普拉 你们要用相对怀柔的策略 争取以最快方式控制地球人类 是 星球的各项数据都在这里 请 我要买下这颗星球 请总部认定 地球是最高规格的生命星球 按照帝国法律 各位要购买它 需要三万亿黑龙币 如果金额不足 就无法 购买 您若要购买地球 首先需要提交申请 通过帝国总部的审核后 才能跟你交易 要多久 帝国法律规定 需要三十天 三十天 二弟 三弟 洛兰神家族在华府基地时降落了 能不能转身 别让它 并不能让它 真的是外星人 地球上的人类 你们好 我来自宇宙中的诺兰山家族 不用紧张 我们是心怀有善而来 这些是我们的见面礼仪 听说地球一直为怪兽所扰 所以我们杀死了大量行星级怪兽 并将尸体赠予你们 想必各基地市的周边会因此太平不少吧 只可惜 我们在为地球人类清剿怪兽时 地球的高层却躲在生存基地内毫无作为 我真为你们感到难堪 委屈我们的防卫意图 恐怕是在为后续的侵略行为寻找借口 既然地球的高层无力清剿怪兽 那诺兰山家族可以代劳 我们可以彻底清除地球上的怪兽 将广大的土地和海域还给你们 从此以后 地球人类无需再归缩于围墙内 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人家 你们愿意臣服于诺兰山家族 让地球成为我们的附庸心情 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当然 你们也可以选择对抗 但是要想好后果 我们的精英战士全都是恒星级 需要一拳 就能毁掉山脉和岛屿 一拳的威力 就能波及上百公里 简直就是大荡量的核弹哪 你们若还心存幻想 不妨拿出你们地球最强的武器 我就在这里 尽管来尸 发射 如你们所见 我们能轻易毁灭地球人类 到时候你们无法再享有自由 地球也会最终沦为奴隶星球 是成为附庸星球还是奴隶星球 我给你们十二小时考虑 这期间你们暂时还是安全的 不过如果十二小时后 我们得不到来自地球高层的肯定答复 那么每一小时 我们就毁掉一座基地市 当然也包括里面所有的地球生命体 好好想想吧 我们只剩十二个小时了 他们肯定是为了降低征服成本 才说出这种唬人的话 诺兰山一旦走完购买程序 过得地球的主权 无论是附庸星球 还是奴隶星球 都没区别 最快是多久 如果您是帝国的大家族 或许喝杯茶的功夫 就给您搞定了 这么说 如果像诺兰山家族那样 背景深厚的势力 来打点关系 购买地球的效率 肯定高得多 那就更不能脱了 根据帝国法律 具有主权争议的星球 才有三十天购买流程 地球作为五种星球 流程本就很快吧 抱歉 我只是个偏远星球的小官员 有些事不能由我做主 我看不见了 我们拿到了你的银行流水 并根据你账户预留的号码 查到了你的聊天记录 两相对照 不难看出你私下与他人达成协议 借助职权 收取了颇为可观的费用 我的信息怎么会 爸爸他说 这里的银行由于地处偏远 机上有大客户进来 导致系统疏于维护 对爸爸他而言 只要拿到了个人信息 这类数据就不难拿到 你是选择快速办理手续 还是老当属于 这次情况不一样 陆兰山家族曾许诺给我一亿黑龙壁 要我为他们留住购买地球的名额 如果我中途变卦 哪怕退回那一亿 我恐怕的性命难保 两亿黑龙壁 十二小时内达成交易 我给你两亿黑龙壁 这些钱够你买几个 横行级保镖 远离诺兰山家族失利贩子 过上一辈子熟悉生活了 一小时内搞定 我给你十亿 罗门先生一个小时 我的确没把握 不过我会全力以赴 五国元首军方高层与战神功 正在召集紧急磋商会议 与此同时 在亚梅利加 欧罗巴出现街头骚乱和民众抗议 有一部分和平团体提出 应该接受诺兰山家族的主张 避免地球与高等级文明开战 并遭受灭亡的命运 为此 本台第一时间联系 并采访了该团体的领袖 你看公子研 announce 天下队 中正是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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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突 面对宇宙星际舰队 地球就仿佛婴儿一般 没有丝毫反抗力量 希望他们在遥远的宇宙深处 为我们地球 博得一线圣机 舰长 探测表明 这座原球山内部的毒气 能毒杀宇宙级强者 这原球山到底有什么秘密 地球的土著不认识它 只称其为三十一号古文明遗迹 家族那边的资料库里 居然也没有记载 博雷武 你那个一号古文明遗迹 判查得怎么样 这艘机械族飞船 品级太高 我们还没有手段移动它 一封 三小时二十九分 一切搞定 罗峰先生 地球的产权归您了 终于来到了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 罗峰会在这浩瀚宇宙中 闯出怎样一番天地呢 扫描这个二维码 更多些些好玩的宇宙新鲜事都在这里 还有超多精美壁纸 官方爆料 独家狐狸等你领取 还录着干嘛 赶快扫码 和罗峰疫情冲向宇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小孩 我小孩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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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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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没有别的事情 就行动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